去年八二三的災情 讓不少高雄市民餘寄有存 但想知道水晴狀況 其實只要拿出你的手機 點開上頭的app就可以達成 無論橋樑水庫還是河川 都能利用高雄水晴app 即時掌握資訊 美濃岡山 祈山等十二處重點區域 都能看到現況 水位達到警戒 app也會即時提醒 氣候資訊也能一手掌握 是比較好 因為畢竟說我們可以 馬上的即時的知道說 假如我們要去到那邊的話 有沒有會有發生危險的可能 儘管app推行多年 但在高雄普及度還是不高 韓市長上任後 未防五千天坑在線 積極防汛也讓app下載量 從去年的六千多次 暴增到兩萬八千次 足足變成四倍之多 防汛大概有抓了 六十八個容易淹水點 那還有整個這個所有的溝 全部都清理完畢 我們也希望在六月份以前 把這個香含的破洞盡量的補起來 除了讓民眾隨時知道資訊 韓國瑜也盡力修補設備 四月底前除了翻新八十六條馬路 輕輸一百一十八條排水系統之外 為了防止去年慘況這一線 抽水接流站增加到六十四處 太空包也比去年多準備了兩成 五千個沙包也會隨時供應給需要的民眾 針對六十四處的抽水截流站 以及一百三十步的移抽 都會做在訓期前完整的試運轉 鋪入防汛防災準備全煤移漏 韓國瑜嚴正以待 接下來面對預計考驗 要把損失降到最低 借梁佳文高雄報導